还用凉啊 你不是都知道吗 那是以前 你不会说你已经都忘了 你没觉得自己变了 我变了 你胖了一点 好 我都记下来了 行了 你该走了 对了 我明天早上来接你上班 不用了 我不用起那么早 那下班呢 要不下班我来接你 咱们还一起吃饭 反正你一个人 我也是一个人 不了吧 咱们也用不着天天见面 你 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啊 不管你怎么想 反正 我还是想和你在一起 你真的想和我在一起吗 你这么肯定 不后悔 都已经折腾那么长时间了 我早就够了 我现在不想折腾了 我就想踏踏实实的 没准真踏实了 你又想着不踏实了 两个人面对面 几天就烦了 外边新鲜事多多呀 是 外面的诱惑 它总归会有 我承认 可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也想了很多 这人都想要新鲜的 可新鲜的有几天呢 谁跟谁在一起都有不新鲜的时候 不新鲜了就换人 那成什么 关键是 不新鲜 可还是看着亲 觉得是自己人 放心踏实怎么着都行 这一离开 就觉得自己身上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似的 哪哪都不舒服 那才是家的感觉 可真 我就要个家 我就觉得咱们原来的家 那是家 家 原来的家 不就是这个房子吗 我不是说房子 我是说你 这家的感觉是人给的 不是房子给的 是吧 可真 咱们 就互相再给一个家伙 要是咱俩还能一起过 也不着急 是吧 你着急吗 不着急 欣欣啊 你不是说她答应跟人顾伟川见面的吗 怎么让人在这活活等三个多小时 是啊 她是答应了 她说去康复中心看个朋友 然后就赶回来 别难为向没了 那个顾伟川如果真喜欢她 就不在乎这一回 对不起 我回来晚了 好 顾伟川走了 哎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小美啊 你倒是给个准主意啊 我不要跟顾伟川谈什么恋爱 欣欣 你 麻烦你去告诉她 我要和她结婚 你说什么 我要结婚 这事 善儿已经知道了 你得赶紧想办法凑钱 不然的话 我也拖不住你了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这事弄不好 你就会被起诉 甚至坐牢 那可是三五年哪 我知道 你还差多少钱呀 差得远着呢 你别想帮我 你挣的钱是你自己的 再说了 我及时借了你的钱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 我不能害你 你这件事情啊 办得太不谨慎了 那你还打算和周琳琳结婚吗 不知道 林丹青 有个客户要看房 你接不接 你的客户为什么要给我呀 因为我伺候不了 人家点名要找你的 怎么这么快就不认识了 因为我介绍吗 你们 你要买房啊 不是我 是我姐 我要买房 麻烦你带我看一下吧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交房以后的装修标准 姐 我觉得这房子小了点吧 两个人住还凑合 我看还行 你 如果全额付款的话可以搭几折 全额付款 按公司规定是九折 姐 我觉得啊 这房子还是买大一点的好了 那股伪圈不是说 要要把大姨接过来一块住吗 不是还没定吗 我不陪你了 我现在去趟旅行社 定了以后给我打电话啊 走了 小心点 我 我能再耽误点时间吗 我想再看看 好 刚才她说的那个伪川 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 就是跟我相过亲的那个海归 她回来了 她要给你买房啊 嗯 我们都打算结婚了 可不得买房啊 结婚 有什么可这么惊讶的 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了解吗 我一直都挺想结婚的 顾伟川大人 挺好的 对我也挺好的 那你呢 我 我 我很喜欢她 能够给我这样一个嫁 你 哎 你就为了一个房子一个嫁 你就把把你自 她会是一个好丈夫的 行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来了 哥们 看看咱这肌肉 我要是站不起来啊 估计 将来能用胳膊走路 谢香梅要结婚了 你也得练练 我跟你说谢香梅要结婚了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我也不是笼子 这么说谢香梅早就跟你说了 那你不告诉我 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这是人家谢香梅的私事 跟你有关系吗 丹青 其实啊 你现在才需要接受康复治疗呢 你啊 你心里不太健康 我怎么不健康了 你把人家谢香梅给甩了 还不许人家嫁人呢 我早就跟你说过 谢香梅是个好姑娘 你不懂得珍惜她 珍惜她的人多的是 而且个个比你都强 我没说她不许嫁人 我就觉得这事根本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 怎么就不可能 林丹青 你 你是不是觉得 这天底下的男的 就说你长得最帅了 你啊 掰着你的手指头 好好的算算吧 啊 你浑身上下 有多少优点 值得人家谢香梅等你 那她也不能就这样 把自己给吓了 我了解谢香梅 她好强 不服输 宁 那在情感上更是这样 这根本就不可能 不可能什么 不可能忘了你 对 如果你还是个爷们 你就接受这个现实 人家结婚的时候 送上一句祝福 然后你该干嘛干嘛去 行了你 你再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 她不可能这么快就去 接受另外一个人 那人有什么好啊 就是一海贵 就有俩钱能买房子 人家敢爱谢香梅 敢跟她结婚 敢对她承担责任 你敢吗 千万别对自己太自信 丹青 你把谢香梅伤了不管 自然有人给她疗伤 我还告诉你 他们春节前呢 就要登记结婚了 丹青 千万别把铁路想得太长 铁路再长 火车也有到站的时候 到了站 就没法掉头了 本来就没法掉了 这也就不过去看了 准备了 你呢 你还真的要紧 结婚啊 你们互相了解吗 你们才认识多久啊 而且见过两面 你就决定嫁给他 第一次见面 是在一年多之前 那个时候 因为有你 我没有接受他 现在你离开我了 可他还在爱我 你说 我有理由拒绝他吗 你这些都是托词 我就不信你真爱他 我没有说我爱他 不过我相信 感情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培养的 老一辈的人 不都是先结婚后恋爱的 他们也可以白头偕老生活一辈 你一直说我改变了你 我绝对没有 你一点都没变 你看上的就是一个男人的房子 事业 车 你这就是用婚姻把自己给卖了 如果你非要把婚姻 说成是一种买卖的话 我也可以告诉你 至少 他比你勇敢 他敢用钱 买我的感情 他敢用他的一辈子 来买我的幸福 你敢用他来买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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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敢买 他敢买 我就敢卖 他敢买 你敢用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加在一起只有二十多万 我这儿有五万块钱积蓄 我又向我爸妈借了五万 算起来也有十万了 灵灵 这钱我不能要 我们都快是一家人了 你有什么不能要的呀 你明天先把这钱交上去 然后我们就去登记 灵灵 我不能跟你结婚 你想我都三十多岁了 我一切还要从头开始 我不愿意你跟着我受罪 你明白吗 我要嫁的是你这个人 你才三十多岁 我们以后的路还很长 泰宇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白总 我正要找你呢 有事吗 这是我凑到的全部的钱 剩下的二十万我也没办法 听公司处理吧 这是情况说明 情况报告我收下了 公司可能会给你降值的处理 应该的 那这些钱我送财务吧 这个钱呀 已经有人替你交了 谁呀 你真得好好想想 谁现在还会这么做呀 你要是真想不起来的话 那我真得说她是天使了 让你们的攻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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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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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啊 感谢观看 看看 听听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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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只想牵你的手 让星光在你眼中闪烁 靠近你温暖我好 木林 我来接你回家了 谢香维呢 嫁人了 嫁 嫁人了 对啊 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啊 看来这个春节 只能我跟你回家凑合着过了 丹青 谢香维她不可能嫁给别人 她那是骗你呢 考验你呢 你赶紧找她去啊 我们来接你回我们家过年 臭小子你耍我是不是啊 耍我你 我没耍你 她是要嫁人 不过嫁的是我 我说得到这个一次 她是继续的 我可以说给你 她是为了 女人 她是为了 女人 她是为了 我判参得 她是为了 那我说过 我的事 她是可以 她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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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那些 那给个机会吧 咱俩一块过 少搁点香油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一年就这么一次喜庆 多吃点香油走了 算 算 少搁点算 算 吃吃香 你给我 我来 算可是一好东西 既杀菌又有一健康 就是味大了一点 咱俩就缺算 葛周 咱们以前的事 家人都算了 过去得了 希望吧 希望你新年能有新气象 我还希望 你能早点答复我 答复什么 我什么时候能搬回来 很快 很快是多久 吃完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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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重要的事 不要 咱俩 去那边 你每个人都不想 去那边 还有 我都不想 我住了 你呢 我住了 你呢 你呢 我们家 我明天 我想cn 我住了 我个月了 我住了 我带了 我是丁爱宇 我听出来了 过年了 你还好吗 还好 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 坐在屋子里发呆的 可周打电话告诉我 你没有结婚 为什么 因为我忘不了你 因为我还爱着你 你呢 结婚了吗 我想告诉你 昆明的天气很好 阳光充足极了 是吗 我是启风的 我想问 你一个人过年还是 我想送你一个新年礼物 你马上就能看到 谢谢 要过年了 我就想跟你说一声新年快乐 我也一样 我也祝你新年快乐 我祝你什么都好 我也一样 祝你什么都好 我很想你 我也很想你 非常非常非常想你 你喜欢我送你的礼物吗 喜欢 非常非常喜欢 我回来 我回来了 因为我也忘不了你 我回来 你来说 我回来 我回来 你来说 你来说